看看新闻榜 目前法院已经受理此案 消息已经公布 这位北京市民冯某的身份 也被媒体曝光 原来冯某是专业打假人士 不止一次对该款保健食品提起诉讼 对此姚明方面表示 正在密切关注事情的发展 我们从就是社会责任这个角度 我们从它的产品质量这个角度 安全性这个角度 做过非常多的这个经济调查 姚明不回避这件事情 他也在关注这个事情 新闻在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